县委员胡秋金表示 45天的热气球活动吸引90万人次的观光客 他希望这个活动能够结合地方产业 好 是不是像我们的农民 是不是可以邀请我们 我们是不是可以过去那边再卖一点凤梨 其实我们都很希望我们县政府办的活动 可以让更多的台东的乡亲来受益 那至于用什么方式来在现场摆 或者是在周边摆 或者是我们另外再做一个市集 然后让我们宣传 让游客可以过去 这个有一些是我们县政府可以帮忙 有一些我们可以跟合作的厂商来要求 那有一些也是地方可以自己来做的 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从头到尾 都要县政府来做 其实有很多我觉得乡镇公所 有很多的社区 自己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赶快把自己的好东西拿出来 环境整理好 然后我们就合作就可以引导客人说 看完热气球就可以往那个地方去 这个都是我们非常希望朝这个方向来做的 好 因为你知道 这个凤梨差不多就是六月到八月 那个季节就是 对 就是这样而已 就可以吃了 所以就麻烦了一下 胡秋金议员质询 他为地方争取的蓄水池 为何施工缓慢 农业处达巡会追踪进度 看看能不能在11月之前 全部做好好不好 是 这个我们回去追踪 中野到下野的路况不佳 胡议员见请建设处拓宽 建设处的问题是 就是从那个陆野到那个中野的部分 这个土地 这个道路还蛮宽的 所以就很比较方便 比较不会说危险 现在比较危险的就是 我解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中野到下野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你知道很多 很多外面的外宾都来我们 我知道有一段大概不到四公尺而已 对 很多人都来了 所以有的现在就是往上面 要不然就从台中这边下来的 都很多车 所以我希望是不是 可以就中野到下野的部分 那个道路 是不是稍微又翻了一点 这个跟胡议员说明一下 我们这一笔经费是前瞻计划 前瞻计划的部分 它的经费不能用在用地期的 因为上一次大概我们的同事也有去跟公所 拜托公所去协调 是不是可以先提供给我们使用 结果公所那边协调的结果就是要去架构 要去架构 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这笔经费是改善的部分 我们可以改善的部分 我们先改善 然后我们另外有一个生活迁道路系统 那个经费可以用来架构土地的 那个就是刚刚胡议员讲的这个部分要需要 先架构土地以后才可以透宽 这个我们就变成另外一个案 是生活迁道路系统的 我们再来争取 部落没有自来水 胡议员质询经贱处 我们没有自来水的问题 已经已经很久了 一直到现在 我们从老人家一直到现在 我们年轻人都没有这个自来水的使用 这个大概问题是怎么办 跟预言报告 预言从105年就开始在关心这个案子 那我们其实每年也都会依照 基隆名册再持续去提报 就是那目前 水利署在评比的时候都告诉我们 他们的成本超过60万 那我们在今年的部分 我们会针对比较 用户比较多的部分 来含报 专案含报给经济部水利署 希望他们来做专案的考量 尤其在评比的时候 针对比较大聚落的部分 希望他们可以专案的来考量 像比照台版的自来水 那不然依照他们这样评比下去 台东的自来水 能够用到水很难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希望明年是 我们现在提第三期的花冬计划 那我希望花冬计划里面 能够把这一些成本比较高的部分 能够把它拿进去 那这部分我们也都在持续的增计当中 像你们有提醒过说 我们这个陆明的这个部分 你们是不是 没有要用自来水 只是用细水池 好好地弄 再往上抓 那个水 如果捡水的部分 陆明的部分 就目前为止 就我手上的资料 陆明的减水 那目前它的使用 就是它的使用是正常的 那如果说它有水量不足 或是有其他设备需要维修的问题 那我们下礼拜会办 有关解力自来水的讲席和座谈 他们如果有问题发生出来 我们一定会马上去处理 关心盐平乡桃园村中小学生的成绩 是不是有效地提升 胡议员咨询教育处 以上是台东县议会第十八届 第八次定期会 现任总咨询议程 县议员胡秋金问证内容的 载要报导 由徐静坤整理